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财经扫盲课 关于财经、股市的扫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量化交易、算法的博弈厂 二、绿色能源投资、环保也能赚钱 三、保健品市场、健康是第一生产力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量化交易、算法的博弈厂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这个现代金融界的魔法师们 量化交易者 他们使用的不是古老的占星术或者神秘的预言 而是数学模型和计算计算法 这些工具就像是他们的魔杖和水晶球 量化交易,简单来说 就是利用数学模型来分析市场 然后用计算计算法自动质型买卖指令 这就像是你在玩一场极其复杂的电子游戏 但是你不是用手指操作 而是设计了一个超级智能的AI助手来帮你玩 这场游戏的规则很简单 赚钱就是赢,赔钱就是输 但是,这场游戏的对手可不简单 包括了其他的量化交易者 传统的基金经理 散户投资者 甚至是那些时不时出现的是场一场现象 这就像是你在下棋 但是棋盘上的每一个棋子都有自己的意志 而且棋盘有时会突然变形 有趣的是,量化交易者之间的博弈就像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他们的算法在毫秒之间交锋 这些算法就像是隐形的忍者悄无声息地在数据的海洋中前行 寻找出获利的机会 当一个算法发现了一个模式 它会迅速下单 试图在其他算法之前抓住机会 但是,其他的算法也许以金玉料到了这一招并设下了陷阱 这就像是一场高智商的猜拳游戏 有时候,量化交易者会遇到所谓的黑天鹅事件 这是指那些极不可能发生 但一旦发生,就会对市场造成巨大影响的事件 这就像是你在玩那个电子游戏 突然游戏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怪物 没有人知道怎么打败它 因为它之前从未出现过 最后,量化交易的世界充满了魅力 但也充满了风险 这些金融界的巫师们必须不断地更新他们的魔法书 算法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他们的算法必须足够聪明 才能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博弈场中生存下来 而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 这场高科技的魔法对决无疑是一个既神秘又迷人的现象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绿色能源投资,环保也能赚钱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让地球母亲既感动又感激的话题 绿色能源投资,一个让你的荷包和冰川都能保持稳定的神奇策略 首先,我们的承认 过去的工业革命就像一场盛大的派对 人类燃烧化石燃料 享受助工业化带来的便利 但却忘了给地球打扫派对现场 结果呢 全球暖化,极端气候 地球妈妈开始向我们收取过度派对的清洁费 于是,绿色能源就像是那个派对中突然出现的清洁专家 不仅帮助我们清理乱七八糟的后果 还告诉我们 嘿,你看,这样清洁还能赚钱呢 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智能等 这些都是绿色能源的好伙伴 他们不仅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而且,还能让投资者笑逐颜开 举个例子,太阳能板生产商 他们在屋顶上铺满了太阳能板 不仅让房子变成了一个小型发电站 还能卖电给电网赚钱 这就像是你在自家后院种了一棵钱树 既能遮阴又能收钱,何乐而不畏呢 再比如风能 有些聪明的投资者在风力丰富的地区 建立了风力发电厂 当风车转动时 他们就像是在对住钱包说 来吧,让我们一起跳之环保的探戈 而且,这种舞蹈还能让后代子孙跳下去 因为风是不会停止的 至少在地球旋有气候系统的情况下 当然,绿色能源投资也不是一番风顺的 就像任何投资一样 它需要精心规划和管理 有时候,政策的变化 技术的更新换代 市场的波动都可能给投资者带来挑战 但正如古人所说 不如虎学,焉得虎子 要想在绿色能源的大潮中奋一杯羹 就得有勇气和智慧去面对这些挑战 总之,绿色能源投资就像是一场环保和经济双赢的盛宴 投资者不仅能够为自己赚取财富 还能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绿色银行 存入的是资金和责任 取出的是回报和清洁的未来 所以,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保健品市场,健康是第一生产力 各位亲爱的学生 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一个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保健品市场 这个市场可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从中国的餐药录容到欧洲的林芝草 从埃及法老的蜂蜜防腐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蛇油销售 人类对于健康的追求从未停歇 首先,让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保健品 保健品,顾名思义 就是那些被认为有益于健康 能够提升生活品质 预防疾病 甚至是延年医售的产品 它们可以是营养补充品 也可以是某些特定的食品 甚至是一些传统的草药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个市场的一个有趣现象 健康是第一生产力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某个健身教练的口号 但它其实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 在我们这个快节奏 高压力的社会中 健康确实成为了一种资源 一种可以被开发和投资的资源 人们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维护和提升自己的健康状况 而保健品市场正是基于这种需求而蓬勃发展的 但是,这个市场也充满了争议 就像古代的炼金术式承诺能将签变金一样 现代的保健品广告也充斥住各种夸张的宣传和不实的承诺 这就需要我们这些有识之士来揭露真相 用科学的眼光来审视这些产品 有趣的是,历史上总是有人试图通过各种奇特的方式来保持健康 比如罗马皇帝尼路的私人医生建议他 每天用人乳洗澡以保持青春 而中世纪的欧洲人则相信社乡能治疗绝大多数疾病 这些做法今天看来或许荒谬 但他们反映了一个不变的真理 人类对于健康的追求是永恒的 在这个市场中,有一些产品是经过科学验证的 他们真的可以对人体健康有所逼异 但也有很多产品其实是现代版的蛇油 他们的效果未经证实,甚至可能对健康有害 因此,作为消费者,我们需要保持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现代金融界的魔法师们,量化交易者 他们使用的不是古老的占星术或者神秘的预言 而是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算法 这些工具就像是他们的魔杖和水晶球 量化交易者的世界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他们的算法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更新 以应对市场的变化 他们需要像忍者一样隐身于数据的海洋中 不断地追踪市场的脉搏,寻找着获利的机会 这场无声的战争充满了高智商的猜拳游戏 量化交易者需要预测其他交易者的动向 并根据这些预测来制定自己的策略 他们需要快速反应,迅速下单,以抓住市场的机会 然而,量化交易的世界并非一帆风顺 市场是一个充满变数和风险的博弈场 黑天鹅事件时有发生,这些事件是完全无法预测的 但一旦发生,就会对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 这就像是在玩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量化交易者的世界对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 充满了神秘和魅力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一些启发 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算法 将其应用于其他领域 例如天气预测,股票投资等等 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人者思维中获得一些启示 学会快速反应和适应市场的变化 最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疑问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充满魅力的量化交易的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